但历史上有一种说法 认为李太后在张老师面前 之所以成为一位最贴心 最同情达理最好的家长 是因为她爱上了张居正 那么年轻的李太后 与英俊的张居正之间 到底会有怎样的感情纠葛呢 他们是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 发展成为了秘密情人的关系呢 还是像另外一些人认为的那样 二人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 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有趣的谜题放下 留待后闻 自然会有一个详细的分析 不管张居正与李太后风暴之间 有多么简不断力还乱的关系 反正在这位最好的家长 与最好的陪读的支持下 张居正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 对小万利的教育工作中 跟做龙庆的老师不一样 给小万利当老师的时候 张居正身份已经相当于是 校长兼班主任 在兼语文老师了 他是所有老师的总负责 而且是万利所有老师中 最尽心尽力的一个 说他是最好的老师 从他做这个班主任的工作热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了这个十岁小朋友的学习 张居正不仅要编定全年 以及之后数年的教学大纲 还要非常仔细地 亲自审定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 每次上课的时候 他总是要提前一个小时 到课堂上做好准备 他一生只为两件事 付出过全部的心血 一个是他的改革大计 另一个就是他对这位学生的教育 最能说明他为教育 这位学生付出巨大心血的一个细节是 他在教授古代皇帝治国策略 这门课程的时候 考虑到小万利还是个小孩子 就辛辛苦苦地在备课的同时 在教学内容旁边画上了连环画 以使得故事生动形象 要知道 这虽然不是最早的插图本读物 但也可以算上 是颇有创意的连环画或小儿书了 明史记事本末里 说小万利看了这本名为 《地剑图说》的书之后 喜动颜色 当时就翻得很勤 可见这本教材的魅力了 我读遍了明代的典籍 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位 为学生画插图本教材的语文老师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称张居正是明代最好的老师 我想也不为过 有了好老师 没有好学生 那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张居正应该没有这个遗憾 因为在他眼里 小万利这位学生 一直都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好学生 按道理 虽然张居正是小万利的老师 但从更大的礼法上讲 小黄利是皇帝 张居正是大臣 小万利是君 张居正是臣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讲究的是 君君臣臣夫妇子子 君臣大义 这才是根本 可是身为皇帝 小万利从来不以君臣之力来对待张居正 他和张居正之间几乎只有师生之行 那么小万利尊敬张老师到什么地步呢 他从来不称呼张居正的名字 甚至不称他的官职 不论人前还是人后 都只称张居正为先生 而且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朝堂上 都这样称 在万利朝的头十年里 先生一词在朝廷里 那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几乎就是专门为张居正而设的 你说这种尊师众教之心 真可谓是天下学生的楷模了 最重要的是 这位小万利同学 不仅是在形式上尊师众教 而且在内容与精神上 完全能够领会这位张老师 所传的道 所授的业和所解的货 一般张居正要是讲个道理 问小万利能否领会时 这个小小的学生 总能够深刻领会 并适时地做一些精辟的发挥 这让张老师非常感慨 能教到这样天资聪颖的学生 实在是一个当老师的幸运 要说师生间也推崇理解万岁的话 这个已经成为皇帝的小万利的理解能力 在当时可足够称得上是万岁的水平了 在张居正教他练书法之后没有多久 他的字就写得非常好 小皇帝爱上了书法这门艺术 很快就能写出陡大的字来 而且还很有水平 有一天呢 他很得意地在书法课上写了两个大字 并请张老师评点一下 结果呢 张居正在夸了一番之后 却画风一转说 一个皇帝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的 但绝不应该在书法这些艺术领域上 有太大的偏好 否则精力就不会放在 历经图治与治理国家上了 你看当年的宋徽宗 书法督步天下 可是玩物丧志啊 最终丢掉了大好河山 做了亡国之军 前车之剑啊 张居正说了这话之后 这位号称是十岁天子的小万历 当时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并最终认为 张老师的观点 无疑是极有远见的 于是第二天 就主动要求取消了书法课 也就不在书法这门艺术领域上 多花心思了 这对于一个掌握着 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十岁孩子来说 这种理解能力 是多么不同寻常啊 正是源于师生间的 这种理解与默契 小万历在母亲的支持下 权力依赖并支持张居正的改革 以至于张居正 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的执政期间 大张旗鼓地搞了一场名为万历新政的改革运动 把大明王朝从尼族深陷的困境里 一下子就拯救了出来 对于在万历母子的支持下 张居正所搞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的成绩 我们只要看几组简单的数据 就可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一 万历新政之前 国家财政每年巨亏三百万两白银 财政赤字逐年累积 户部 也就是相当于财政部吧 几乎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连国家公务员们的工资 几乎都发不出来了 国家机器眼看着就没有钱 这个关键性的润滑剂了 可万历新政施行两年之后 国库每年财政盈余就能达到三百万两 到1582年 也就是张居正去世的时候 光中央库存白银 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一千二百五十万两 仓库存储的粮食足够支撑十年 当时冥王朝的GDP总量全世界第一 远胜于所有的欧洲列强 第二 万历新政之前百姓民不聊生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严重 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垄断 已经到了危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地步 张居正断然推行了著名的一条编法 改革税制清账田亩到万历八年 也就是1580年 张居正重新核查到全国的耕田数目为 7013976请 比洪志十五年 也就是1502年 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请 这三百万请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大概相当于半个荷兰 而它产出的粮食 在当时几乎可以养活整个欧洲 经过这一次彻底的清查 整个国家的税收 抖增了将近1.5倍 第三 万历新政之前 国防上大明王朝更是千疮百孔疲于奔命 南有倭寇横行 西南有少数民族暴动 西北东北两条线 面临蒙古人的铁蹄践踏 局势最为吃紧 蒙古人的一支安达 曾经在嘉靖29年长驱直入 一直打到北京城下 大明王朝差点就在当时国破家亡了 明朝那些事 差点提前将近一百年就早早结束了 在张居正主政之后 他在强大的经济改革的后盾下狠抓国防 先用于大游七级光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寇 又用阴正帽平息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 再使反间计 瓦解了一直威胁北方的安达 成功瓦解敌人之后 又派王重古、谭伦守宣大一线 七级光、李成良镇守季辽与辽东 从而彻底解除了北部边幻 反过来 国防的加强又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这样政治、经济、军事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所以在张居正死后 明朝的军队可以抗日元朝 在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全面战争中大获全胜 很多人认为 原因主要是日军主帅封臣秀吉的突然失势 其实张居正改革 为明王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底 才是根本原因 除了以上这些转变 张居正还利用考成法整顿了官僚队伍 还派潘里巡治理了黄河水患 又在湖北开展了田湖造田运动 以至于两湖地区成了重要的农业基地 所以到了晚明和清代 就有了胡广熟天下族的说法 这么多改革成就 在张居正主持了万历新政的十年内出现 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个奇迹 到了大明王朝1582年 张居正去世的时候 明朝的国力由弱变强 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了 清人蔡敏瞻评价说 明指一向 张居正是也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 前后宫一百六十七位歌臣中 也只有张居正能算得上是一个有本事有成就的宰相 事实上 很多史学家也认为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 这尾巴上的七十六年 那都是靠张居正一个人之力 才赖以延续的 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和张居正的变法 号称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最为著名的两次变法运动 但王安石变法却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 甚至在后来的七百多年里 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 宋代之所以灭亡 根源都在王安石那场失败的改革 但张居正的改革 就当时的成效来看 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一次 彻头彻尾的成功的改革 到万历十年 也就是大明王朝1582年张居正死的时候 经历了改革洗礼的明王朝 已经彻底扭转了家境以来的颓势 而这张居正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然 这一切跟张居正的才华与能力不无关系 但也跟他这位最好的老师 教了小万历这样一个最好的学生 以及这位皇帝学生背后的那位最好的家长 还有那位最好陪读的支持不无关系 应该说是这个大明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四罪组合 为万历新政提供了最理想的权力保障 可更让人奇怪的是 也正是这个最为理想的四罪组合 在万历十年也就是大明王朝1582年 突然把创造力改变成了毁灭力 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 就把张居正苦心经营的万历新政的成果 一下子就吞噬殆尽了 正是这位曾经最好的学生万历皇帝 亲手把他最尊敬的老师张居正一生的心血 都催苦拉朽似的毁灭掉了 这还不算张居正一死 他就对他这位曾经最敬爱的老师反攻清算 把张家逼得家破人亡 甚至差点要把张居正从棺材里拉出来鞭尸 一直到了万历朝结束的时候 那个长大了的万历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完全消耗和毁灭掉张居正改革 所获得的一切成果 而那位最好的家长李太后也一改常态 不再管自己儿子的倒行逆施 眼睁睁地看着小万历把大明江山的资本 给挥霍一空 万历朝结束之后 世间再无张居正 大明朝自此算是真正踏上了 走向灭亡的不归路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头固然有很复杂的发展过程 但是我觉得根本问题还是出在这个最理想的四罪组合之上 这也是我们说着四罪加起来等于是一场最失败的教育 而这一场最失败的教育才是大明朝最大遗憾的道理所在 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教育过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在小班里还很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李太后每天一大早就会拉他起床 哪怕这个十岁大的孩子懒床不起 李太后也会让人把他给架起来 替他洗漱完毕 最后看着儿子上学去 临走前还热切的嘱咐一声 而啊 一定要听张先生的教导 要听张先生的话呀 到了课堂上 每堂课不论上个什么 那个大半风宝都会站在小万利的旁边陪着听 每当小万利学累了有些懈怠的时候 或者张居正张老师讲的人生大意慷慨激昂的时候 这个陪读的风宝都会大声地在旁边喊 皇太后的那句名言 皇上要听先生的话呀 一堂课至少要喊上个七八遍 他一喊小万利立马就又老实了 等到放学以后 李太后还要亲自检查小万利的功课 若有生疏不会的地方 最严厉的处罚 就是让他那个已经当了皇帝的儿子罚跪 而且一跪就是一个时辰 两个小时啊 这就是最好的家长与最好的陪读经常干的事 那这位张老师呢 更不用说了 扼杀小万利学书法的兴趣 那还算是比较委婉的 据明通记记载 万利地渐渐长大之后 有一天上课 一位助教在给他讲论语时 讲到色伯如也这一句 朱语君把它读成了色背如也 因为这个脖字在通甲字的时候 也可以读作背 但名人通常读博 这时候在旁边听着这位班主任张老师 突然大喝一声 当读作博 结果这一嗓子喊出来 万利皇帝当时的反应是 悚然惊奇 就是呢 被他吓得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而且浑身直打哆嗦 要知道这并不是普通的课堂啊 万利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作为一个皇帝 张居正这一嗓子就把他吓成这样 这孩子要是有朝一日回过味来 他会怎么做呢 到了万利十八岁那年 据《明神宗十录》卷106记载 万利帝犯了个大错 说起来是大错 但其实呢 他只是饮酒大醉闹事打人 现在的中学生有时候还打架斗殴呢 这完全可以看作是青春期的一种躁动 可这件事啊 冯宝打了个小报告 张居正与李太后的表现 则是极为气愤 张居正上书激烈批评万利帝 宫中起居 颇失常态 就是说 这种生活作风太不像话了 李太后呢 因此气得甚至要废掉万利 令帝万利的弟弟陆王为帝 最后 虽然在万利的万般哀求之下原谅了他 但还是逼着万利写了一篇罪己招 也就是写检查 而且还是一篇向全天下公开的检讨书 这件事情之后 万利帝就彻底开始消极代工了 而他这时候最宠爱的一个姓郑的贵妃 也开始代替母亲与张老师成为了他的感情支柱 就这样一年半以后 也就是在大明王朝1582年的夏天 等那位既慈祥又严厉的张老师一死 他就开始了对张居正本人 以及张居正改革的清算 我们列举了这些教育事件 说明了什么呢 无疑 张居正是个好老师 他也教到了一个好学生 作为一个改革家兼皇帝最敬爱的老师 张居正确实是想通过教育 把小万利培养成自己改革事业的接班人 但应该说 这也正是这位张老师的强势教育 最终毁灭了这种完美的组合 也最终毁掉了他自己的改革成果 他一生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两件事 一个是培养一个改革的接班人 一个是完成一场成功的改革 这两件事最终竟成为了一对矛盾体 事实上创造这对矛盾体的人张居正 他本人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矛盾体 他一方面无私 另一方面却有些偏狭 他既历经图治 又有些贪图享乐 他既勇于实践 巧于魔化 又有些固执己见 飞扬跋扈 以致为深厚的悲剧埋下了祸端 他身上有着数不尽的优点 这些优点促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促使他一手开创了一个中兴的万里王朝 这完全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和学习 但他身上也有一些去不掉的陋习与缺点 这也使得他没有能够很好地筹划到 他的身后事以及将来的改革发展 以至于多年心血功亏一篑 这些更值得我们反思并引以为鉴 所以让我们走入张居正的世界 来重温一下这位梁启超先生所说的 明代唯一一位政治家的风雨人声 明代唯一 anywhere 前妻的声音 去食用 orum 看 来 去 离 代唯一 到 离